是的 主播 当时现场约有500名参与者 被突如其来爆炸 吓坏 惊慌 逃窜 而伊斯兰神学者协会法查内曼集团 倾向支持极端保守派塔利班 警方怀疑因此成为凶贤下手目标 法查内曼集团领导人认为 由于11月即将举行议会选举 对手想借此击溃他们的势力 施发后巴基斯坦军方紧急封锁现场 这也是当地2014年以来 最严重血腥的攻击事件之一 以上就是最新消息 主播